欢迎收看台湾上前行 台湾向前驾 我是孟琪 昨天晚上全台湾都熬夜 看到林洋配金牌到手 真的是太兴奋了 林洋 王麒麟 拿下了史无前例的奥运 羽球男双二连霸 连总统都疯狂啊 赖清德第一时间 马上打电话祝贺 林洋配摘金 真的是我们台湾之光 好正当大家欣喜若狂 哇 普天同庆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时候 国民党的立委汪小林 居然发文说 林洋配是中国人的骄傲 被骂翻了 哇 而且哦 记者卡带去改名 他还坚持自己的说法没有错耶 没有要删文的意思啦 真的看不懂到底是在为哪一队加油 国民党这样的猪对友真的是不嫌少耶 我们等一下再来好好的讨论 好 那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大家好 接着呢我们欢迎到是民进党立法委员苏巧慧 孟琪好 大家午安 左手边我们欢迎到是国民党前中常委田方伦 孟琪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到是立法院荣誉顾问陈伯伟 大家好 三位 稍后呢 还会有民进党新北新议员张嘉玲 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我们要赶快一起来看了 这个领阳王麒麟风光摘金的时刻 右手握着金牌 左手指向奥运五环 台湾之光领阳成功未免羽球双打冠军 生涯最后一次挑战奥运 留下圆满回忆 他感性在FB与IG发文写下 最后一舞送给你们的 让许多球迷涌入留言 其中羽球一姐戴姿影 总统赖清德都现身写下祝贺 而李扬接着还PO现实动态说 这次真的要下台玉鞠躬 希望最后的礼物你们喜欢 眼影间充满感谢 双手脱腮露出笑容 旁边还有金牌 王琴的首篇文写下 这是一个疯狂的夜晚 连二拉二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还俏皮的说 来 让我看看这篇的赞数能冲到多少 果然短短两小时内就破20万人按爱心 而另外女友陈诗远也隔空放闪 筛出疑似独家的照片 只见王琴玲拿着奖牌躺在地上 笑得好开心 旁边写上这是屁孩铃 与她的金牌 并附上一颗爱心 奥运打出精彩的一阵 现在全台湾人恐怕都想跟林扬 来张合照 一二三 耶 现在呢 只要跟林扬拍照 就可以拿到动物园的小礼物 不过这个林扬 不是李扬与王琴玲 是我旁边这群 真的林扬 一大早大人小朋友都来了 跟着可爱的林扬拍照 还有民众特地带着球拍朝圣 动物园大玩谐音梗 还贴心让林扬们加菜 一卡车的狼尾叶 让林扬们吃饱饱 真的是鱼有容颜 因为他们为我们国家 争取到的金牌 对 所以我们就是来共襄胜举 这样的活动 昨天因为太兴奋的睡不着 然后就看到了FBO 跟林扬拍照就可以换礼物 然后想说带孩子 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然后我们台湾真的很棒 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开始有将近五六百的民众已经涌进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 不但协调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食材能够取得 同时呢 让我们的林扬都更开心一点 所以这几天一定是会为我们的林扬夹菜 原来这个林扬梗 动物园从上届奥运就埋藏至今 总统赖金德也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王琴玲与李扬 除了谢谢他们为台真光 还分享了小故事原来在总统府音乐会时 林扬父亲也有参加 当时来信德抬头看见月亮突破乌云 就像李扬爸爸说这代表突破与希望冠军没有问题了 如今预言胜利成真 全台湾人民都沾光 昨天一定很多人一起见证 林扬跟王琴玲在巴黎奥运风光摘金的时刻 我相信我们现场来宾应该昨天都有看转播啦 我先请教一下玉惠姐 因为昨天晚上大概这个比赛打完 其实已经将近午夜12点了 应该很多人看完是兴奋到睡不着觉 风光拿金牌这是很清晰的 结果没有想到赛后的访问啊 大家有没有听到 其实连教练都坦白说 他们也没有预期这一次会夺牌 这怎么一回事 因为昨天打了三局打了76分钟 我相信有看的朋友大概都跟我一样 这非常非常的紧张 第一局的时候 看到胃痛耶 对真的是 第一局的时候觉得说 哎呀我们好像领先一点了 怎么搞的一直领先没有办法拉开 好不容易第一局稳定下来 我们终于收入了我们自己的赢下来 第二局的时候居然是被人家扳平 第三局的时候又被追得很紧 甚至于还被超前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昨天这场比赛 非常非常的精彩 老实说凭良心讲 不管是我们的领阳 那当然是表现得非常精彩 对面的那个叫做厂坑组 厂坑组 对那个厂坑组也真的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精彩 实力很坚强 你看他们的赛后的统计 他们这个两个人在对战的时候 居然对拍可以打55拍耶 这真的打5拍对我来讲都已经是 我们根本就算不出来 我们算不出来 我跟你说我看到我眼睛都来不及 你知道吗 好像现在球到也在拿 很少看到孟琪这么激动的 对因为我们本来 因为看艾尔达的关系是用这个iPad在看 后来实在是受不了 还是丢到电视上去看 大萤幕看啦 对大萤幕看比较清楚一点 是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而且虽然像我这种运动小白 更是羽球小白 老实讲不管是戴智颖也好 或者是林洋佩也好 毫不容易真的是让很多很多的台湾人 我们对于羽球这项运动终于有了一点的这个启发 真的是教我们这些运动小白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昨天的这个比赛呢 事实上我们除了看场内 我们的金牌选手他们的表现之外 那他们两位其实在赛前的时候 也有记者去访问他们 你们赛前 因为他们赛前的比赛 其实不是成绩很好 圣局也有被网络笑他们 说你们赛前比赛那么烂 你们还敢去比 圣局还有说你们代言间那么多 也不认真在比赛 你们到底在干嘛 很多那种酸言酸语 很多的酸言酸语 圣局还有人私讯跑到李洋那边去 说你现在是为了2000万 在那边比赛是不是 真的是很多酸言酸语 可是你看到他们两位的心理素质 真的是非常好 用非常高EQ的去回应这些酸民 那所以他们昨天这个现场的表现 包括他们自己本人也好 或者是两位的教练也好 其实他们都坦言说 哇真的是 他们自己在场上的表现 是除了好运 再加上他们长期的一个准备 真的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粉丝的加油 那我要讲到我们现场的粉丝 我们跨海我们加油这是应当 因为我们没有到现场 但是我们都是因为台湾人 所以要帮他加油 在现场你知道 我大概没有看过 这种场馆其实不是地主国 可是充满的是 因为是台湾队跟中国队的关系 全部都是我们听得懂的所谓的华语 都听有 都听有 太特别了 然后中国人的各式各样的他们那个手举牌 跟他们大大的他们的那个国旗 充斥铺满了 布满了整个的这个画面 那我们的这个甚至于连奥运会期 我们只能够挥小小的 很多创意的这些手举牌 手举牌看板 甚至于有的这些粉丝说 我还没想好我要写什么 所以我带空白的进去 不行 你会被没收 这样也不行 还没写都不行 对甚至于我给各位看 有一个这个是中央社他们拍到的 这上面是写台湾孩子最赞 这个它是布条 我们台湾人最爱的那个布条 然后甚至于还被巴黎的 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 用Google的翻译 翻译是上面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 本来不让这条布条带进去 后来是因为我们的随队的人员 去帮忙解释说 台湾孩子 这就是表示我们是 这个国家的孩子的意思 后来这个布条才能够带进去 甚至于呢 我再给各位看 我们在颁奖的时候 很多人一定看到 在颁奖台 领奖的后面 有这样子的一个小的台湾的标志 这老实讲 真的是可以是一个艺术品 因为这个镜头有点模糊 它是一个立体的 我看起来像是 它一个雕塑品一样 它把台湾这个立体雕塑 在这样子的一个岛屿形状的图上 它就这样用一个A4的 一个这个手板 它举在那边 结果这个手板竟然被中国人 从后面抢走了 我们有看到那个画面 真的是非常夸张 更不要讲前几天的时候有一个大大的这个台湾的台湾加油的一个女孩子有没有 那它的这个海报也是被抢走 而且是被三个中国人一组抢走 所以我们现场的这些球迷 真的是可爱到不行 各式各样的手举牌 你说不能够写台湾 你说不能够用台湾的地图 那我们就用真奶 像这个桥会委员身上的这个那个PIN一样 那或者是用注音的方式 后来连注音都不能够被带进去 各式各样的阻挡 那当林阳站上金牌的讲台 在唱我们的国旗歌的时候 有人说那叫奥会之歌 没关系了 就是我们的国旗歌 一开始的时候 各位你去听重播回放 一开始的时候 现场唱的人其实不多 那现场我就看到有人在那个 因为他们有一个群组 在巴黎的粉丝群组 叉叉赶快啊 要那个Google一下 我们的国旗歌的歌词 后来越唱越大声 越唱越大声 到最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 这个这几句 真的是非常大声 所以我觉得林阳的表现 当然是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尊敬 他们也非常的敬佩 也非常的恭喜他们 但是呢 在台湾的球迷也好 或者是在巴黎现场的球迷也好 甚至于在赛后 你看到 有的台湾的球迷 就劈着 尖劈着我们台湾的国旗 还有手上拿着手举板 满巴黎乱跑啊 在那边team Taiwan team Taiwan 然后让很多的外国人 看到说我们台湾人 我们真的很开心 这个开心 属于我们台湾人的 至于我们等一下 或许会讲到翁晓琳 如果你真的那么爱 中国的话 那我套用你的逻辑啦 昨天我们中华台北拿金牌 中华北京拿银牌 那今天整个 这个Republic of China 今天在总奖牌输 因为我们要加起来嘛 我们是第二输给美国 那这是翁晓琳的逻辑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在奥运这个场合 在奥运这个殿堂 不要讲五轮殿堂 五轮殿堂那是左国 他们所讲的奥运这个殿堂上 台湾人我们帮自己开心 有什么错 在讲翁晓琳之前 我想先请教一下博伟 昨天中国中毒很久的 光是这场比赛 他们央视 他们的官媒央视 要不要转播 考虑很久 纠结很久 这一刚开始 我们看到讯息 下午的时候央视说 他们没有要播嘛 后来这个到傍晚的时候 又说可以了 又要播 所以这个球评说 这个是怎么样 中国央视真的是父子其旅 一下宣布不播 傍晚又大逆转 又说要播 要播也不播全程 一个小时半的比赛 前前后后只播了中间的四十分钟 而且播到最后发现 真正输了 立刻切断 中国这种心态 博伟怎么样来分析 爱的反面不是恨 是默不关心 过去为什么会有这种 中国选择性播出 或者是选择性播放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对台湾 一直不知道怎么办 你看他的国台办一方面 又要这个什么 会台二十一条三十一条 一方面外交部又要成毒 二十二条 严惩台独 所以他们本来就是所谓的 一手萝卜一手棒子 核战两手要对付台湾 那核战两手 一直都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就是当你把这两件事情 放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这个人我又爱又恨 可是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如何把爱跟恨的情绪 放在他身上 所以最后的方法就是 干脆不要让人家知道 我对他的想法 我不要让人家知道 我到底是爱台湾 还是恨台湾 这很鸵鸟 对外或许可以这样子 就两面手法 对内你要怎么这样子 你从小就教育人家 台湾是美丽宝岛 是什么离家的孩子 早晚要回家 回到什么祖国妈妈的怀抱 这是中国队内的宣传嘛 好那我问题来了 如果台湾队打赢中国队 是什么意思 省队打赢国家队 哇天哪 省队打赢国家队 那为什么当初不征召 所以不管是在电竞 这个运动等等 包含文化美术 甚至是调酒除异的场合 中国队对台湾一直都是 又爱又恨而转而假装 莫不关心的 他其实全世界最care的国家 就是台湾 可是他又偏偏不能大张旗鼓的 跟他的中国人民说 我爱台湾 所以他只好怎么样 选择回避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乐团 叫灭火器 他很多歌 那个时候所谓的内地 中国唱K KTV都可以点到灭火器的歌 灭火器唱了一条岛屿天光 全体下架 黄明志 大家很喜欢 黄明志全亚洲在唱各种语言 香港日本这个都在唱泰国 很开心 中国人唱得很开心 唱一首玻璃心而已 全国进唱 中国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一半本来以为 他是很不喜欢才进调 现在是连一半喜欢 他都要进调 所以现在的情况 这个中国央视的父子其侣 其实就是在这种爱恨之间 不断的交织煎熬 不过讲到昨天的比赛 其实真的很精彩 你煮头看到尾巴 当然我为了要等这场 我还先看了前一场的奥运 那个网球金牌也是蛮好看的 对对对 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 routine跟流程 刷在看啦 对 这个你要知道这是 台湾第一个记录上 记录上的金牌二连霸 那但是呢 博伟这不只是台湾 国际上也是这样 不然这样过啦 也是台湾 澳会羽球也是 神双的部分 但是呢我还要讲他之前先简单提一下 前面有一个叫许淑敬举重的 那但是他的2016年是银牌 后来金牌要减通过 要减没过所以递补金牌 所以1620许淑敬金牌 但问题是当时他第二次举的时候没有连霸压力 那领养这次打辛苦的 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心里是背着我连霸的压力的 对不对第一名是没有进步空间的 对啊 所以我总不会这次第0名吧 所以他在打的每一球 尤其是在尽相勤确 在第二局第三局的表现 尤其是领先或者是接近末端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 在我记得18比15的时候 这个叫上篮网要抢拍 然后回球就挂网 那个时候大家一定很紧张 那时候本来赢三分慢慢拉近 那个就是连霸的心理压力 但是非常不容易扛住这个压力 然后再往前走 那很多人会关心说 这个像台湾的羽球啊 为什么会那么强 那不管是戴之影啊 周天成啊 包含这次的林洋配 那其实大家可能会忽略 因为篮球跟棒球 大家会在户外看到 可是羽球其实在台湾运动人口 我曾经问过可能是前三名 就是说基层的人口多 然后而且他的衔接性 从你我们棒球叫三级棒球 我不知道有没有三级羽球 这个称呼就是从国小国中高中开始打 然后进出社会之后到社会人球队 然后各县市的场馆也多 很多人大概会两个小时租一个两百四 四个人六个人在那边抱对轮流打 所以羽毛球的台在台湾的基本这个基础人口是运动人口是非常非常多的 只是他关在室内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最近也去想说小试一下 你也有在连着 我才发现在公园打羽毛球 嘉玲帮你把道具都带来 我才发现在公园打羽毛球 跟在那个运动场打羽毛球不太一样 扭到了一只脚 休息了两个礼拜到现在还没有 所以我才发现挡拖 这个盾位大的可能要打这个运动 要热身完整一点 不过总之在这里恭喜李洋跟王麒麟 那后面还有举重等等的比赛 也希望台湾的好手可以继续拿到的成绩 今天晚上还有哪一场呢 我们的猫王 台湾猫王 这是体操的嘛 对不对 这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大家持续来关注 不过刚才我讲一下 因为嘉玲今天羽毛球拍都改叉了 我连那个羽球鞋都穿的 羽球鞋都穿了 球鞋都穿了 该打两盘好了 现在是应该我们要讲一讲 嘉玲你们会打 现在是要就是打到球才可以就是来评论了 等一下要用抢打的 这是我的球拍 很棒很棒 嘉玲现在大家很好奇啦 因为李洋跟王麒麟 应该已经拿冠军啦 已经拿金牌了 这一次再拿金牌 你知道今天很多人都在帮他们算说 哇 接下来奖金可以拿多少 那甚至还有人 我看到还有一些财经的啊 理财专家还帮他们算说 哇 接下来那个资产配置 到底要怎么样理财 才可以对未来更好等等的 请教一下嘉玲啦 总共可以拿到多少钱 这次他们两个加起来 应该可以领到四千多万以上 这就是四千万啦 两个人加起来至少四千 对 那因为像台北市 蒋万好像也有加码嘛 蒋万他刚才新闻已经出来嘛 说不能输金门 台北再加码 我觉得加码的都很欢迎啦 今天各大什么连超商商店都买衣送衣 很开心我相信 昨天应该大家都没有睡觉 特别是因为我在中和 你知道中和其实蛮多金门乡情住在那边 到十一点多夺牌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鞭炮声跟身边生一样 你知道吗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开始我们还有一个社团 我们在那个脸书有社团 我是中和人 大家都分分po上去 然后呢 他说这一次没有人会去跟环保局卷局 也没有人会去抗议 就是这样的状况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我也是跑行程 因为刚到普渡 七月开始普渡跑跑跑 奇怪今天晚上的平安餐 怎么比较早收呢 好 那我们赶快回去好了 原来一问 大家都要回去看金牌赛 要等10点的对 而且那天我们昨天晚上的这个平安餐 其他酒都没有啦 都只有金牌啤酒 大家都很开心很期待 都准时回去收看 那我回去了以后 我自己也想说还没吃饭 我就这个自己 也跑到超商去买了这个金牌啤酒 金牌啤酒 然后配上泡面 配上青菜 这集气 然后呢 又po上脸书 告诉大家说 有买金牌的 有帮他加油的 你要看这个是什么好吃的 我本来帮你想一些吉祥话 吉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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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到 这就是我们嘉港台湾人的宵夜 台湾主金牌 对不对 一桌一桌 所以之后要买一箱一箱 一桌一桌一桌 要六罐一熟 这六罐一熟 然后呢我就 我还跟我先生讲说 我一定家里没有金牌啤酒 一定要下去买 我都已经卸妆完全不完了 赶快回去下去 这个绑着鲨鱼甲 很像大神一样 下去买品牌啤酒 就是这样的精神 然后发现大家各开始 纷纷的回应 有的是一罐的 有的是小罐的 我看到很多人在po限度 虽然我们是在电视上还是告诉大家 这个喝酒不开 喝酒过量 注意身体健康 在家里 所以这个大家大家昨天的标配 大概都是这样 那昨天还有一个很棒的 我们中央有一间庙叫立行福德公 香火非常鼎盛 他那边信奉了这个五险大地 他五险大地就是什么时候要去拜 你要去输而已 的时候就要去拜 譬如说你有比赛 有竞赛的时候 昨天我们这个立行福德公 这特别拜了这五罐的金门高粱 上次的纪念酒 有没有很厉害 有很厉害 他真的很有心 很有心 重点是不是只有纪念酒 他连奥会的旗子都拜上去了 真的是我们中和立行福德公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很特别 因为我说很多金门乡亲 其实住在中和 那附近呢 李洋的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也就住在这个庙旁边 我刚才有看到新闻说 李洋的妈妈好像就是到庙里面去还原的样子 他都要用心目抱出来 李洋妈妈今天特别到我们立行福德公 来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这两天 这个宫里面的委员也好 顾问也好 主委也好 大家都说一定要帮李洋加油 帮王岐霖加油 所以他早上到了立行福德公来谢谢大家 这个是他弟弟 这是妈妈 他很朴实 那我就问了说 问了主委 问了这个庙的顾问说 李洋他们很低调 很少讲 他说爸爸都在立行福德公旁边安班公园 在打拳 他以前曾经待过蒋经国总统的官邸 做护卫过 所以他们家你也可以看到说李洋他的 他的个性跟王岐霖完全不一样 王岐霖是那种不按牌与出牌 他很 他有多伤害的感觉 对 就是他是natural high很high的那一种 但李洋就很沉着 你看他在应对的时候 他也不太狗言笑很少言笑 而且他为了这个还没有刮鬍子 没有剪指甲 他说这个是比赛前的禁忌 不能刮鬍子不能剪指甲 还好我没有去比赛 不然这个指甲没有剪也会蛮痛苦的 这个就是他今天早上 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立行福德公 这是李洋的妈妈嘛 李洋的妈妈 来这个他弟弟 这个时候大家 所以我说 长好像中后在身边生一样 每一个人都很兴奋很开心 其实也是予有容颜 这是我们看到除了说 在我们综合很开心以外 其实在台北车站 昨天不晓得有没有人去现场 听说光车站有三千人 太恐怖了 然后每一个火锅店 每一个餐天 还在用餐的人 如果吃宵夜的人 手机都是盯着那个 人家说吃饭不要看手机 昨天大家都要看手机 然后一边看一边欢呼一边尖叫 就是这样的气氛 所以我今天特别跟制作当官讲说 我要带羽球拍来 我真的好久没有打羽球 我大概有一年多 因为选举之后就没有时间打 其实羽球的人口是相当多 我跟3Q讲 我敢说羽球人口 运动人口应该是我们全台湾第一 但是羽球的场馆其实是相当缺乏 特别是国际级的场馆 之前这个中华民国羽球协会理事长 他跟我讲过很多次 他说他很希望国家或是哪一个县 县市特别是台北或是基隆新北都可以改 可惜都没有如愿 不过后来国家的我们体育的政策 有黄金计划2.0等等 对体育选手的相关的帮助特别多 那我们在预算也倍增 从小英总统那时候就开始 那赖清德当选总统之前的体育政见 也就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不只在上次的东京奥运 发官发热 我们在这一次 终于终于两个铜牌之后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李洋跟王岐霖 真的没有那么兴奋的时候 这个这两个要参总统可能会叼 马前的生意一定叼 真的很开心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 无论是他们两位或是周天成戴志颖 都带给我们相当多的感动 是真的 说到这个羽毛球 我知道侨慧委员也很厉害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这么严重 我曾经来 下次来 我曾经看过委员 这个跑星人跑到一半 中间也下去跟人家打一下 对不对 我刚刚的影片很可愛 因为这一次真的让大家觉得 这个排名是不是 冥冥之中真的注定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的图卡 其实今天早上已经开始有人发现了 原来这个排名 跟上一次这一届的巴黎奥运的排名 我们是冠军马 我们是金牌 然后中国金牌 然后马来西亚的这个部分 是铜牌 跟冬奥的时候这个排名 是一模一样 这完全 这个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巧合 一三名还是同一组人 你说二三 对一三 一三是同一组 只有第二组换人 对 那中国那一组表情 我看到网友很多人在亏 说没有关系 金牌给我们领扬 那中国的网场音乐就很厉害 可以回去演偶像剧 大家都有看到吗 确实那个是还蛮酸的 很恐怖的啦 都蛮有风险的 而且他的球员都还不错 是他每次挑战失败 然后都会露出迷之微笑 他说网场是要笑成这样 好啦没关系啦 这个金牌给我们拿 网场回去 看看要不要往演艺界发挥 当然大家真的爱说笑啦 只是这一次 哇你看看刚才这个嘉玲 有说在中和昨天 那个兴奋的那个 立行福的工作主委也传给我啦 你看看主委传给多少人 我觉得今天打给 如果手边有任何 可以跟这一次的这个 林昂佩德金牌相关的讯息 都会忍不住想要发给更多的人 那种大家一起互相分享 这个喜悦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就是 所谓的台湾人的共同记忆 因为就像我今天 我也很少看到 孟琪主持的这么嗨的 真的孟琪今天真的停不下来 孟琪球帮让你拿一下 是不是 真的啊 对 昨天大家其实最大的愿望 应该是说 要是今天可以全国共同放假一天 真的 庆祝一下 因为昨天晚上 大家都看到12点多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要开始分享 狂欢 像我们家也是这样尖叫到 这个我今天觉得 我今天要录正论 都烧瞎 但是没有办法 这实在是太多太可爱的巧合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三局我想大家一定都是揪心在看 尤其大家在过程当中的时候 看到那个球瓶一开始 他们说对气势是在我们这边的 你看我们都是领先两分三分的 一直这样讲 讲到还一度还说 我们要准备开派对了 我差点要瞪瞪啊 跟我这话不要太早讲 果然 第二局 心里想说就开始被追了 这样那样的对不对 但是后来第三局真的这样逆转 就回来 要第三局又一路领先到赢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觉得说 这可能只是他想让我们多看一场 多看一局比赛 让李昂多在场上一点而已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心上都快平了 真的是快平了 我们家小孩已经速度说 我不敢看了 我看不下去了 又跑掉又跑回来 跑掉又跑回来这样 所以你看大家会说 连这个跟东奥的名次是一样 这种巧合也是一个 那昨天还有一个巧合 我相信大家也都有印象 就是那个我们的林洋沛 这个发球在印还是奥 结果一被挑战的时候 又是刚好落在 对 台湾印 台湾印对不对 那个感觉也是非常好 之前都被做成口罩 是是是是 所以说我昨天晚上也忍不住啊 突然想到 我去那个四年前的口罩 今天买口罩还有 翻箱倒柜又去拿出来 想说今天一定要戴着口罩 上街炫耀一番 我想是这样子啦 就是大家对于 我们能够栽培出这样的选手 而且都是有故事的选手 真的是集体的一个高兴和开心 这个狂欢 那昨天看到台北车站 这大家集体的状况 高雄魏武营也是这样 然后台南也有 甚至是每一个小酒吧 通通都是在等着 看最后的结果 那也很高兴说政府真的是在一届一届的努力之下 因为我刚好这是第三届了 所以这八年的两度的奥运 我们都有参与到 每一次的奥运前 我们有很多准备工作 奥运后我们也都有在检讨 比如说刚刚大家最关心的说 那这一些得奖的选手之后 我们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奖励和补助等等的 比如说奖金大家很关心的 那现在双打一定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奖金 两千不是一人一份的 一人一份 连教练都有 教练也有奖金 这也是我们当时开始去推行去争取出来的嘛 那还有我也可以跟大家说 还有一个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这些奖金要不要缴所得税 不用 这个也是我们有特别关注过说 我们开始有得奖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有选手可以得奖了啦 越来越多人得奖之后 就会关注到这个消息嘛 越来越多嘛 所以从上一届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 那我们得奖的选手奖金发出去了 要不要再扣15%的税 没有不扣税了 这是所得税法第四条第八项 就很清楚的我们已经让它是变成奖励金 是没有扣税的了 这样才对啦 不然扣了个意思啦 就你扣你恨不得再给他加码 怎么还扣税呢 所以这是这个奖金的部分 那至于他未来的生涯规划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政府也有规定 就是像这样子的得名得奖 这么好的选手 李昂不是说吗 希望能够在推广羽球的路上 有我一个位子 跟李昂说一定有 因为国家是保障你要去大专院校 要做一个教职 而且是可以是终身的教职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么优秀的选手 未来呢 是可以在我们的国内 培育更多的小选手 因为优秀选手要一代接一代啦 我想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长长久久的 让体育是一个 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项目 不过我想这一次 因为我已经讲到这里了嘛 我想大家也应该都可以感受到 这次其实在上世界殿堂的这个舞台当中 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台湾其实是越来越成熟 在面对运动这个项目 记得上一届的奥运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非常兴奋 原来台湾是有实力可以多排 而且在这么多不同的种类都可以多排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本来想说 是不是也很多很多的排可以进账 结果在昨天的林洋之前 其实不太有嘛 坦白讲是这样 可是你有看到任何一个台湾人 在责备我们的选手吗 没有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责备选手 因为我们的选手在镜头前面 也让我们感受到 他们真的是付出了全部的努力 全部的心力 去在奥运殿堂上 争取那个最高的荣誉 所以他们即便不是金牌银牌铜牌 但是他们也是世界前32啊 世界前16啊 去到那边都很不简单 真的是很了不起 所以你看我们已经开始是说 没关系 加油还是你的后盾 你享受比赛 这才是一个奥运的精神 一个鼓励提倡体育的精神 我觉得这一点来讲 不要说别的国家 就说我们昨天对岸的中国就好了 我想我们台湾确确实实实 已经是成熟的民主国家 成熟的面对体育 是一个令人快乐的项目 是一个让人可以健康的项目 一起来运动 是因为刚才讲到这个王麒麟跟李扬 李扬已经有说了 他打这个就是他的最后一役 最后一役 他还有中华台北公开赛 9月还有一场 9月还有一场 最后一场 所以这个李扬他在颁奖典礼上 我们看到马来西亚选手说要跟他一起拍照 这个李扬又跟他说你大爱撒不好 因为这是我最后一场 他就笑得出来 好好拍喔 那个拍丑了拍擦了 就没有了 孟琪不好意思我擦个话 我觉得他们两个在这一两年当中 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在每一次的这个积分赛里面 其实他们表现并不如预期说 每一次都有得奖 甚至在我们中华台北主场的 宇球公开赛双打他们还是没有过关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段时间难熬更令人敬佩 还有那个周天成小天 他第三次打进奥运前八强 这很不简单 而且他前几年还这个癌症 生病治疗 他包括陈恬琴也是一样 那小戴更不用说 你看他拖的双脚 所以我觉得啦 我觉得他们愿意为我们台湾来出赛 他们也尽力了 他们也在这个为我们争取 到了那么样的曝光 那么的也很感动 无论有没有得奖 有没有得牌 我觉得回来都应该给他按赞 一定要按赞 每一个选手都是我们台湾之光 这个方伦 这是台湾人的骄傲 还是中国人的骄傲 你们国民党现在要好好讲了 你们出了一个汪小玲 有办法把这种喜事 po文po成这样 这也跟你们国民党有感动 好好讲喔 好好讲喔 这节目全台就在旁边 好讲喔 下次跟你打雨球 好看嘛 拜托你 好好讲喔 要回答这一题真的是辛苦了 来啦 请开始你的表演 中华队的骄傲 中华队的骄傲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讲 因为不管怎么样 因为其实 当然这是台湾人的骄傲 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 那可是 没有方伦我稍微给你补充一下 因为我觉得翁晓琳委员 最奇特的什么地方 他在脸书的用语 他怎么写 脸书的用语 他是讲台湾之光 hashtag台湾之光 狂赫二度奥运夺金 可是他在微信上面 这边是要有什么人看 他写 在微博上他写 中国人的骄傲 国民党可以接受这样写吗 方伦 因为这个 记者在去求证他的时候 问他说 因为他上面讲说 中国人的骄傲用词 会不会觉得不恰当 他说我们就是中国人 不管台湾对大陆 对声音都是中国人的骄傲 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错 然后会不会删呢 我为什么要删 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 不然是什么人 这是他的原文 那你讲这样方伦 你是怎么讲 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 说什么好赛的 我觉得今天要看清楚 就是在国族认同上 台湾其实到现在 还是有一些很多的分歧 不管是之前在2018年 有一个冬奥证明的公投 公投结果也是 不统一票还是多余统一票 好我觉得其实在此时此刻 我觉得我们站出去 不管我们站出去 是李扬还汪七里 怎么说他也是金门人吧 他硬要算地理行政区 他也不算台湾人 那金门的陈玉珍 有没有po文啊 到现在我们去给他找一下 好不好 去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陈玉珍 有没有po文信住 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 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 我们本来就应该站在一起 为中华建而骄傲 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当然翁晓玲委员 在此时此刻 他是用WeChat去微信 去发这个文 那这个东西一定会被台湾朋友看到 一定会遭受非议 一定就会像我这样的人要站在这边 被大家围攻 为什么要这样 好想 所以我个人比较简单 就是反正就是中华建而 帮我们中华队加油 就是这么简单 是不是台湾在那边发鸡骸 阿翁晓玲在那边扯后腿 你们这个洞现在到底是怎么啦 你跟中国队打 然后说都是 都是我们中国人的意思是怎样 是觉得说我们赢 他们赢 对我们来讲意思都一样吗 我是感觉不一样啦 我自己觉得不一样啦 我们中华队有中华队厉害的地方 是不是只有方文觉得不一样啦 连中国央视都觉得不一样 他如果觉得一样的话 他昨天就全部转播就好了 在旁边加油中国球迷 还不是有人说传说有可能有什么 什么特务什么的有没有 那如果都一样的话 他为什么要把我们台湾加油拿掉 为什么要把我们东西拿掉 最简单就是如果都一样的话 对不对 如果台湾队营也是中国人营 这个中国队营也是中国人营 那昨天的央视就直接 一定是全程转播嘛 是啊 连唱歌他都转播就好了 反正就是一个省对而已嘛 对他们来讲 其实我也是不太懂 他们为什么是这样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汪小玲委员要去捅这个马蜂窝 这样子 这个这个方伦 你们真的没意思 要跟朱立伦讲 汪小玲该删闻就删闻 你现在继续这样子放 你们真的是继续被泡红耳 他自己这样要不要删 我觉得他自己要去决定 因为其实看到的是舆论风向 大家自己去做 我们看很多的网路监测 数据长什么样 大家心里都明白了 那你觉得舆论风向是怎么样吗 有谁站在汪小玲委员那一边 所以我认为此时刻就很简单 此时刻很简单 我们就是帮中华队加油 因为对我们 对中华民国来说 我们现在站到奥运的殿堂上 就因为洛桑协议 我们必须要叫中华台北 那我们出去举的那个棋子 就是我们的奥会棋 所以尊重这个合约 尊重这个精神 那我们站上奥运的殿堂 希望我们这些孩子们劝别以赛来说都可以很优秀 而且都拿出好成绩 这是我们共同的亲缘 那中国对于林阳有什么帮助 他们曾经做了什么事 没有吗 来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中国的一堆崩溃的小粉红 我再一次说这叫场坑卓 因为他们的名字正好是这样的吗 那我们是林阳配 场坑卓vs我们林阳配 他们怎么说的 江湖人什么什么什么的 梁王你们超级棒 没事 接下来就是祖国要收复台湾了 然后再来 一路打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再拿了银牌也不错 都是祖国的骄傲 那两什么什么什么 今年赶在什么内涵 什么什么试试 下面 金牌是台湾的 但台湾是中国的 这是他们的 他们崩溃的一个现场 就是这样子 翁晓菱跟他们一模模一样样 那个智商程度 中国人叫水瓶 那我们台湾人叫水准 是不是一模模一样样 这就是翁晓菱 翁晓菱跟那个 没事 就等着收复 祖国收复台湾 没事 这是祖国的骄傲 那问题是 翁晓菱你有本事 你就不要拿薪水 因为你的薪水 是我纳税纳出来的 作为一个纳税人 我每一次想到纳税的时候 我每个月现在还在分摊 那个分期付款纳税 我想着就气 付这个巧慧委员 我觉得那是我应当 那是我的骄傲 但付你翁晓菱 我觉得我不如去养浪浪 这个国家认同 实在是太过混乱了 休息之前 先给大家报一个买 报马子啦 报买啊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到 因为现在李扬已经说 年底要退休了嘛 所以很多人都在猜 那王麒麟接下来 他的搭档是谁呢 现在大家都在猜 刚才我们明示新闻 这个独家的体育消息来了 好球团已经找好了 王麒麟未来的搭档 跟罗嘉玲有关系 罗嘉玲的男朋友 这个台拳道国手 罗嘉玲的男朋友 邱向杰就是未来 这个王麒麟的搭档 我们休息之后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